中国大陆的新能源车市场发展迅速 在北京举行的电动汽车百人论坛上 有学者就指出到2025年 电动车的市占率可以从去年的25%攀升到六成 一年销售量可以达到1700万辆 而电动车的快速发展也带动了车用晶片、电池、车联王等产业的蓬勃 电动车大厂也公布第一季的业绩 他们在中国大陆的降价策略似乎大成功 中国已经成为特斯拉的单一大市场 全球电动车大厂特斯拉 二日公布第一季交付量达42.2万辆 尽管比去年第四季成长了4% 并且创下单季新高 华尔街却不看好 三日开始后股价重挫6% 这是因为 之前大打价格战的特斯拉第一季度的交付量 没有大幅增长 这也急坏了投资者 他们开始担忧降价将引起特斯拉的利润率下降 但这些焦虑对中国消费者来说一点也没有影响 甚至还可以说表现刚好相反 特斯拉上月内地批发销量上升 中国大陆成联会4日公布的3月份新能源车销售情况中 特斯拉以8.8万的销售量缔造26%的年度成长率 第一季整体销量也有21%的增长 显见特斯拉降价策略在大陆市场确实达到亮眼效果 而特斯拉在中国的销量占全球总销售的54% 中国已经是特斯拉的最大单一市场 在这波降价竞争下 特斯拉最大对手同时也是中国电动车龙头比亚迪 上个月已经传出将近一步减产 目前特斯拉传出有意推出新的低价车型 也就是小型化的Model Y 计划年产400万辆 这样的品牌与价格竞争 可能会让未来小鹏与理想等大陆中阶新能源车品牌 面临更严峻挑战 中国的新能源车有盈利的暂时举偶比亚迪 那未来的话可能就是自主能够生产电池的车企 可能会首先能够获得盈利的增长 也因此中国新能源车品牌也积极走出国门 在全世界开发更多的消费者 而计划在2035年禁售燃油车的欧盟国家 就是中国电动车品牌锁定的焦点之一 未来汽车从去年起积极扩大欧洲版图 并且推动以长期租赁代替购买 换电代替充电的消费模式 试图培养更多的用户 更换一整组汽车电池板只需要短短的五分钟 就可以继续行驶500公里 效率远超过充电 未来汽车在维持充电与换电并行模式下 目前已经在丹麦、瑞典、挪威、德国与荷兰等 五个欧洲国家共设有12个换电站 计划今年内扩充到100个以上 此外未来汽车更计划在今年内把全球换电站总数增加到2300个以上 主要当然还是在中国境内 而这也是配合北京当局为了减少碳排放 致力推动新能源车转型的其中一步 日前在北京召开的2023中国电动汽车百人会论坛上 与会学者分析 中国新能源汽车市场规模正处在高速发展阶段 预计2025年的市占率就可能接近甚至超过60% 达到1700万辆 而快速增长的新能源汽车产销量也带动包括车用晶片 电池以及车联网等相关产业的发展 整个智能网线汽车也是进入蓬勃发展阶段 预计到2025年渗透率将达到70%以上 对于整个行业来讲 智能汽车芯片的应该在20%以上的每年的增率 然而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产业阵营不断扩大 也让市场上的竞争更加激烈 接下来可能会出现淘汰 此外由于中国新能源车包含纯电动车与油电混合动力车 在纯电动车减少碳排放效能更加的情况下 把混合动力车排除在新能源车之外的呼声也逐渐提升 TVBS新闻综合报道